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 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1月17号的直播极紧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Daren在Cataway圈三加注到了140 DK专为68不同色跟注 Israeli拿到了一手27 27能应用下牌的话 每个人还要额外支付100美刀 四个人的底池翻牌368两张方块 DJ拿到了 哇这是一手花顺双抽 这手牌DJ的花顺双抽 撞到了DK的68两对 这倒是很有看透 而这个公牌面啊 没看到任何的高牌啊 一嘴里下注200 可是没想到紧跟着身后的DJ 直接往回推了900 其实这个时候按DK的脾气啊 要是往回推回来也可以理解啊 但他这回还是决定慢打自己的两对 二期已经走了 转牌DJ过牌 DK正常开枪拿价值 你要是想买花 你就得付点钱呢 2600的坡 DK应该是做了一个半池左右的下注啊 半池稍微多一点 今晚的DJ Warspring跟他往常比啊 入池率算是低的 目前还是一个水上的状态 这里他选择看了一眼牌啊 他想骗DK自己并不是两张同色牌 转牌选择了跟住 然后说了一句 看看盒牌再说 哎呦 这张盒牌 应该是DK最讨厌的牌形 转牌有顺子面 盒牌又掉出来大花面啊 DJ拿到铜花 正常拿价值了 这枪其实啊 可以打重一点啊 演一手bluff 被对手跟下来 那可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啊 1500左右 23005 半池的下注 恐怕是打到了DK的心份里啊 哇哦 DK竟然选择了盖牌 那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的 看来DK也不是一开始的那个DK了 记得DK经常拿着一个小的中队啊 去支付一些莫名其妙的价值啊 这手牌盖得漂亮 再来看这一手牌 老六A4不同色 加注到140 中国小美女CIA 六八草花在装卫选择了跟注 而DJF呢 用口袋10 在小盲卫啊 做了三拜 CIA反手call了下来 DJF又会被发死吗 真的DJF是这张牌桌上的 老倒霉袋了 翻牌50k两张草花 哇哦 超级战斗面 DJF翻牌面中赛 翻后继续开枪 这一枪肯定不会打得太重 万一对手没K 只有一张A4 直接翻牌面被打掉 可就亏了 而CIA翻牌拿到铜花听牌 当然不会轻易改牌了 转牌 一张9 这样的话CIA的牌力是有提升的 现在变成了花式双抽 DJF看翻牌面的下注被跟了下来 转牌肯定是要加大额度 这是打了大概1500左右啊 1800刀 CIA没做太多的考虑 继续call了下来 他在等待那张黑色的梅花 合牌 哎呀 竟然是一张十啊 没想到铁树也有开花的时候 DJF拿到了后门的金刚四条 但这手牌的价值怕是就这么多了 他只能当CIA有一张K来打 而CIA并没有能够跟住的牌力 DJF喊出了OIN 那结束了 这还要磨叽磨叽矜持一下 CIA把自己的牌给DJF看了看 DJF仔细端详着牌面 然后说了一句 我想你还是盖掉算了吧 最终DJF并没有亮出自己的四条十 而是告诉对手们自己只有一条顺子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DJ的三败啊 被DK拿23和Israeli用36都跟了下来 翻牌A-Skull10 大大大的牌面和DK跟Israeli都没什么关系 剪辑师这里是把翻前 DJ的300从300改成了400 搞错了 翻牌面 DK走了 但是Israeli主动做了一个半池的下注 哎呦 这个牌面去偷DJ可不明智啊 三张高牌的牌面还要强偷 他希望如果DJ没有A-Skull10的话 即便拿着一张钩 也可以再翻牌或者转牌啊 Full给自己 而转牌再掉出来一张A-Skull10 其实已经不适合Israeli继续去下注了 而他还是决定再打半池 哎 这是Sanmon 这个牌手什么时候坐到了牌桌上 这哥们很有意思啊 他总是在赛成过半的时候入场 转牌DJ拿到大葫芦继续选择了跟注 来 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打算怎么演 而这张合牌有点意思 给Israeli发出来了后门的价值 哎呀 要不是这张6啊 我觉得Israeli可能还要再开一枪啊 看到Israeli合牌过牌 DJ估计再说 你打不动了吧 改我了吧 2900的Paw DJ下注3000 骗Israeli来抓 我可能有A-Soul 我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我说又要罚卡了 嘿 挺好啊 刚上桌就拿到了一个安慰奖 Israeli还在考虑啊 最终想了很久 他还是盖掉了自己的一对6 这个牌面对于DJ来说啊 能拿两条街的价值已经超乎预期了 而Simon拿到了一张印有DJ名字的卡片啊 不知道是能提供什么服务啊 没办法DJ的语速实在是太快啊 而且有点嘈杂 确实听不清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 老六K6方块加注到140 DJF和DJ同时拿到了一手红桃的COT 选择了跟注 四个人的战斗 翻牌五五钩 红桃一张 黑桃也只有一张 没人能够中牌啊 这个牌面老六再开两枪还是有可能手持的 迪池600 老六打300 DJF走了 Israeli A圈扩了下来 DJ也走了 两家买花的已经开溜了 转牌 转牌 哦 走的真是时候啊 转牌竟然是一张黑桃 Israeli打着打着 这变成了一手皇家同花顺的定牌 我想说这盒牌如果掉一张黑桃K 那可就有意思了 而恰好老六也有一张K啊 转牌老六再打700 黄铜倾牌 哪会有人盖掉啊 这肯定要去扩的 跟下来盒牌 有黑桃吗 这张盒牌他来自于 哇哦哦 他来自于北投哥 我的天呐 皇家同花顺真的被发了出来啊 在这张牌桌上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见到这个牌型 盒牌 Israeli拿着黄铜选择了过牌 让老六继续来打 而老六呢 真给面子 哥们儿下注1500 他肯定在想 哎呀 Israeli你有一张钩是吧 赶紧给钱吧 而Israeli拿着黄铜 最终开始墨迹善了 他在想自己该打多少价值 是打个3000呢 还是打个7000呢 24000 手里是6000刀 最终 最终Israeli推出了大概 4500刀左右啊 不对 没有4500 红色的筹码 一个才10块钱 家注到了4090 这个时候老六才感觉到不对劲啊 一张钩怎么会这么打呢 难道你有5吗 难道你有一手5钩吗 最终老六还是支付了 被一手铜花顺拿光了价值啊 死的不冤 来看这一手牌 还是老六 老六K钩红桃加注到140 中国小美女CIA 口袋三败到了500 这个三败并不是很大 DK四五不同色 我还以为他要来脏一手啊 三B位盖牌 枪口位四拔黑桃盖牌 最终剩下了老六一个人 K钩红桃选择跟住 两人单挑 翻牌会有K吗 哎呦喂 有K而且有勾 这样的话老六拿到K钩两对 CIA的超多S危险了 不过 这个机位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是这个角度啊 传说中的懒人机位 一镜到底吗 翻后CIA再打400 他希望对手有K 但又不希望对手手里的方块太多 而老六呢 直接加注到了1400刀 这个下注啊 就是奔着一手AK或者是AA来的 这个打击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啊 CIA跟住转牌一张红桃10 这张10倒是给了CIA一个后门的卡顺听牌啊 有转机啊 转牌老六再过牌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CIA可以过牌了 再打的话 如果对手反推了欧印 那真的是将自己一军啊 而最终这张合牌竟然是一张A4 CIA的牌力是反超了 但其实这个牌面啊 同样非常的潮湿啊 牌面现在单圈成顺 看到老六连续两条接过牌 CIA做了一个价值下注 而老六呢K钩两对直接盖牌很精确啊 无论对手是AA也好 AK也好 甚至只有一张圈也好 自己的K钩都打不过 走的确实很是时候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 CIA拿着AK加注到了300 而Darren呢拿到了27 27300到800 可这手27怕是选错了时机啊 哎 摄像大哥能不能长点心啊 这个角度很别扭啊 小兔子的耳朵已经把CIA全挡死了 CIA拿着AK直接是喊出low in Darren无奈的亮出自己的27 CIA表示啊 哥们儿们我救了你们一条命啊 继续往下看 Darren K钩加注到200 然后看到了12345 5个跟注啊 又是一个多人池 小兔子的27也没有走 完美排面啊 翻牌圈圈二 众所周知啊 ABB面是非常适合 别人去偷驰的 而恰好没有人有圈 6个人全部过牌 转牌一张草花4 一晚上几乎没入过池的兔小姐 这个时候如果能开出一枪 很有可能会直接奏效啊 抵持1200 兔子只打400 这一枪说实在的 真的有点轻啊 你别看轻 哎呀 有用就行 所有人全部都选择了盖牌 嘿嘿 我是一手27给钱不 哇 DJ Worshman为什么给了他200啊 哦 小兔子说 卡片后面挡着那100块是我滚过去的 反正DJ不在 你说什么是什么 开个玩笑啊 小兔子的牌品啊 我还是认可的 再来看这一手牌 CIA拿到AK加注到300 DJF27300到了1200 然后呢 DK用一手49红桃推出lowin 哎呀 他肯定没想到CIA的牌竟然能这么大 他就是奔着DJF去的 谁能想到起手做Open的CIA牌这么好啊 这没什么说的 CIA肯定是要接的啊 2000多刀 AK又怎能放掉呢 稍微做了考虑 CIA是要选择跟住 他在清算自己的资产吗 面前这一轮100大概是个2000刀 24000 6000 1万 对对对 左边有提示啊 13280 我都忘了 CIA直接推出lowin 那DJF27啊 无能为力了 只能盖牌 哎呀 49对上AK啊 翻牌 哇哦 开门一张A死 那完了 DK直接走远了 转牌 一张草花5 CIA喊了一句9 为什么要喊一张9呢 最终合牌一张K CIA做成AK两对 恭喜DK送出一个大抵持 DK DK这是一对9啊 并不是一首94 而CIA一直在喊一张9 这真要如他所愿 调出一张9 CIA怕是要吐血了呀 继续来看这手牌 老6A4草花 2枪口也加注到了100 CIA圈二红桃跟住 DK拿到AK 仅仅三败到了240 说实话 这个三败确实有点小啊 老6跟住 这CIA肯定也不会走 三个人打翻后 翻牌 哎呦喂 两张A死啊 哎呀呀 这手牌老6可要出事了 翻牌面两个人同时拿到三条A死 而CIA姐呢 红桃两张 铜花挺牌 DK后卫打200 一个扣 两个扣 转牌 一张草花K DK已经做成了葫芦 而老6这个过牌 我认为他是一个慢打 最终DK转牌也没有下注啊 反而是让CIA免费看到了盒牌 好在盒牌是一张方块 老6打500的价值 还好CIA并没有看到第三张红桃 不然真的要麻烦了 DK反手加注到了 2000 他知道有S的人肯定跑不了 万一老6有一张K的话 大概也支付得动这个2000啊 其实这手牌对于老6来讲 已经算空的不错了 因为DK手里一共没多少筹码啊 我都觉得DK是应该要拿到Double的 最终老6还是做了合理的支付 确实走不了 DK slow roll 说自己只有一张7 好 好 那么来看这一手牌 也是这张牌桌最后的战斗啊 DK27不同色 装卫选择了平坡路持 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struggle啊 DGF35方块 似乎也没必要再加注了 底持890刀 这对欢喜老冤家 两人单挑 哦呼 翻牌K55 ABB面啊 非常的适合DK偷驰 但没想到他的老冤家 竟然恰好有一张5啊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DK这5000刀怕是又要送出去了 DK打600 DGF我跟 转牌DK1200 DGF我跟 合牌 哎呦喂 还有5啊 我的天呐 DGF竟然又是一手四条啊 嗯 转牌要零打吗 他觉得DK可能有K啊 不过这一枪也说明不了什么 有K没K 这400一般来说也跟得动啊 而这400刀的超小额加注 估计也成功的激怒了DK 要打就打大点啊 你这老是巴了我算是什么意思 跟注不可能啊 DK怎么会仅仅选择跟注呢 这肯定是要往回推的 这圆解说是在说废话吗 有K有5都走不了 那当然了 而看到这个400刀的下注 我并不认为DK会觉得DGF啊 有K或者是5啊 DK转牌选择跟注 看起来是想把火力啊 留到盒牌 你看我说了吧 DK盒牌推出OIN 恭喜啊 再送出一个大地池 来看看DGF的SlowRoll 来看看DGF的SlowRoll 他认为他有SlowRoll DGF喊出跟注 DK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但是他肯定没想到啊 输的这么彻底啊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期视频呢 就先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有趣的话 记得点点赞加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啦 这次是个离子 是RaleyRonn DK Essentially sponsored TheGame It was nice to have Jame back But most of all It was lovely to have All of you wonderful Chatters here tonight